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强哥的频道 今天强哥想跟大家讲一个关于挖矿的话题 在这里强哥不想重复其他YouTuber那些挖矿的教程 而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个 如果你买了跟强哥类似的挖矿的设备 可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 下面我就想介绍一下强哥为了挖矿而特地买的一个设备 也就是我旁边的这台笔记本 这个笔记本它的型号呢 就是ASIS就是华硕TUF-15 可能有很多人会问这个为什么我要买这个笔记本呢 因为这个笔记本它装备的那个显卡是NVIDIA的最新的G43070 而且这个笔记本在它的这个价位 可以说其他一般的很多笔记本可能最多只装备到3060 而这个笔记本可以到3070 所以说它是一个性价比挺高的 可以说用来挖矿的设备 那有人可能会说你为什么不直接买显卡 而买一个昂贵的笔记本呢 那大家现在挖矿的人都知道 因为挖矿太太hot了 所以说现在根本市场上这些便宜的显卡你根本都不可能买到 即使你能买到你必须要花两到三倍的高价去买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台式机的显卡 NVIDIA已经说了 它实际上已经做了 就是它在限制那个比如说最新的3060的台式机显卡的挖矿的速度 会把它减半 而且已经发了消息说后面所有出的新的3060 3070 3080 可能都会做这个限制 但是我没有听说有任何的消息说他们会限制这个笔记本挖矿的这个性能 所以我就决定买一个这个笔记本试试看它到底怎么样用起来 那有人可能又会说你这个笔记本挖矿那个性能可以吗 一个笔记本能有多高的性能 但我这里想要告诉你你不要小看这个笔记本 我也被它那个挖矿的性能所以说稍微小小的震惊了一下 因为我实测的速度 比如说你挖以太坊啊挖什么狗狗币啊 都可以最快能达到 就是我在不需要这颗超频的情况下 都可以达到47mh每秒 这个速度我查了一下 大概和台式机的普通版的3060速度是差不多了 可能普通版3060大概可能最高可以到50吧 这个到47mh已经非常接近了 而且我看到马上有人通过超频可以让这个笔记本大概也能达到50mh 只是我好像试了一下没做到 可能好像是什么东西被限死了 它的那个功率被限死了 因为它这个笔记本一个最大的问题 它那个功率是被现在那个GPU功率是现在85瓦 所以这就限制了它的一定的性能 但说实在的 它即使是被限制了那个功率 我觉得这个47mh每秒的这个速度 我还是非常满意的 好 刚才我相当于讲了它的一些优点 那么我下面就要讲 我刚才我在挖矿就用这台机器挖矿的时候遇到的一个问题 我们刚才说了就是说NVIDIA似乎要对台式机那些显卡加很多限制 我们都知道了 它没有说对笔记本对不对 好 那我买了这台机器以后 我第一时间我当时可以说有点大意了 我就把这个它这个你们就华硕自带的一个升级程序 我就把它开启 我就把它升级 好 结果在升级的过程中我发现它好像有一个升级的东西是什么呢 好像是显卡的BIOS 然后当时在升级的时候因为它已经启动了我不敢停止 因为一停止有可能就造成这个整个这个硬件的物理性损坏 所以说我就让它过去了 结果我就发现 我只要一开始挖矿就会有什么问题呢 我们下面来看一下 好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这个笔记本的这个屏幕啊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这个华硕自带的一个叫做Armory Create 它有这个一个是个Software 在这个里面呢 你可以调整它的一些运行模式 当然我们如果希望这个有更高的性能 一般都会选Performance 或者说Turbo Turbo是最强的 好 可是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 我不能选这两个模式 我必须要选Silent的模式 好 如果是Silent的模式 我开启这个挖矿软件 在这里我们用的就是这个叫做什么 叫做Armineable OK Armineable这个软件 好 我现在选的是三能模式 Start OK 它就开始了 开始挖了 我们可以从这个信息里面可以看到 它开始挖了 Software so good 是吧 没有任何的问题 OK 好 我们已经能看到速度了 就是我们如果选Silent的模式 我们大概达到的速度是42.5MH OK 好 我们现在把它停止 如果我们现在就要让大家看 它这个机子一个最大的问题 我都不要选Turbo 我就选这个Performance 就是它的 就是比三连的强一点 比Turbo要弱一点 好 我们现在再选Start 大家来先看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黑屏了 黑屏了 好 在这里可能有小伙伙伴问 这个黑屏是代表这个机子有死机吗 我这里强哥可以负责的告诉你 没有 它只是黑屏 或者可能也有人会问 那这个黑屏是跟你这个挖矿软件有关系吗 比如说我换一个挖矿软件 是不是就没问题了 在这里强哥还是可以告诉你 我试了好几个挖矿软件 每一个都是只要一起动 它就黑屏 然后呢 所以说我在这里 就是非常怀疑 就是这个是厂商 他们动的一个手脚 就是他们现在正在故意 在这个限制 这种游戏本的这个挖矿性能 就和NVIDIA官方 说是要限制那个桌面版的那些 三系列的那些显卡挖矿性能一样 我还可以有个方法证明 就是我运行游戏 因为我运行游戏的时候 我不管选哪一个模式 都没有出现这种黑屏的现象 只有在挖矿的时候会出现 所以我现在基本上可以99%的确定 这个是被他们从 不管是硬件上 还是软件上面做了一个限制 而且很有可能就跟我当时 一开机的时候 去升级的滑速 那个最新的显卡BIOS 那个更新有关 看到这小伙伴肯定会说 哇这个好恶心啊 那既然如此 我们是不是就干脆把这个给退了 那就不挖了 这里强哥要说 那我们买这个东西的目的 不就是为了赚点小钱吗 对吧 如果你现在就把它退了 你又买不到那个那些显卡 对吧 那你不就是永远没有赚钱的机会了吗 还有就是 虽然它这个在黑屏 刚才刚刚已经说了 但是它并没有死机 实际上这个挖矿的程序 已经在运行 那么如果它在运行 那它运行的速率是多少呢 是不是就跟桌面上面 那个3060一样 也被限了一个二分之一的速度呢 下面强哥就想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针对这个问题 我找到了两个解决方法 虽然不完美 但是还是可以保证 大家可以用这台电脑来进行挖矿 你还是可以用来挣钱 不需要把它退掉 好 上面我想讲这个第一个办法 这个办法实际上也挺巧妙 就是说你把这个笔记本这个盖子 这样子把它盖起来 再把它轻轻打开 大家看到没有 大概打开到这个角度的时候 你会发现屏幕亮了 OK 但是如果你进一步的把后面把它打开 看到没有 它就自动的又变成黑屏 所以这个就可以非常明显的证明 这就是常常动的手脚 不然你解释不了 为什么我 我重来一次 它必须要先将近关闭的时候 然后打开到45度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屏幕 现在又又被关到了 打开多了一点 重来一次 好 到这儿 有亮 再来一次 我们不能把这个笔记本这个屏幕的角度打得很大 打个小角度 这时候你可以看到屏幕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时候的性能 这个现在显示是44.5 44.5 OK 这个因为我没有开到Tuber性能 开到Tuber性能 我可以保证它可以达到47 但是我在这里想跟大家说明是 这个这个速度 我们可以看看 刚才那个跟那个三零的比 我们看到它并没有下降 对吧 它并没有像那个桌面级的那个 那个三零零零一样 被限了一个倍数 二分之一的速度 这个地方还是元素 也就是说它虽然黑屏 但是我们矿还是可以照挖 那就是说 我们根本不需要把它退掉 虽然这个黑屏非常allowing 但是作为现在 我们也没有太多选择 因为不太 即使是这样的笔记本都很难买得到 那么我们 为了赚钱 这也就可以忍了 第二种方法 是用TeamViewer这个软件 远程的来控制 这个正在挖矿的机器 我们这个窗口 已经连接到这台机器上面 但是现在我们只能看到一个黑屏 就跟我们在那个机器面前的时候 是一样的 那遇到这个情况 我们现在第一步要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先试 这个地方一个view refresh 一下 再来一下 大家看到没有 出现了这个屏幕 你即使点了三四下这个refresh 这个屏幕可能都还不会出现 那么你就可以再试这个 我们进入这个action 然后呢 点这个send ctrl out加dl 进入 好 你看到现在是个黑黑又黑屏了 这个 这个就是他这个问题 但不用担心 这个时候你再点fresh refresh 再点一次refresh 看到没有 好 然后这个时候呢 你就点这个task manager 你发现又黑屏 没关系 我们再这样 refresh refresh 看到吧 基本上每次就是点两次以后 你这个屏幕就可以出现了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因为我现在挖矿 已经采取的是tubo模式 所以呢 你看它这个速度 可以真的是可以达到49 6.9 就接近于47mh 这个每秒的速度 所以证明我刚才没有瞎说 这个机器真的能达到这个速度 我们采取这个team viewer 这个远程控制的软件 是针对这个问题 一个最好的解决方法 因为我们平时也不会想 一直带着 在这个跟这个挖矿的机器 待在一个房间里面 因为它有巨大的 可能噪声啊 热量啊 都会让你非常不舒服 我们肯定是希望能够远程控制 那么所以说 你用这个软件来看 虽然有这个黑屏的问题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做到 就是远程的控制和监视 我们还是可以正常的挖矿 它这个黑屏虽然对我们有影响 但是呢并不致命 所以这个挖矿的速度 它本身并没有慢 只是有一个这个黑屏 让你觉得用起来不太方便 这个问题 最后强哥想说的是 虽然这款笔记本 有挖矿 会黑屏的这么一个非常大的缺陷 但是呢 强哥还是非常喜欢 这个 这款笔记本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有 不错的 这个机身的这个做工 比如说像这个 这边这个壳子 都是金属的 而且呢 它有一块非常不错的屏幕 这块屏幕的这个颜色是百分之百 sRGB的coverage 看上去非常不错 虽然有人说它这个亮度差一点 但是我觉得在室内使用 根本没有任何问题 我不觉得它有多暗 至少比我在Costco啊 什么Best Bar里面看到的 绝大多数的那个 游戏本的那个屏幕 我觉得都要好的 好得多 不是好一点 因为它是IPS的 所以说它的这个 可视角度也非常好 还有这个笔记本 最大的优点 我觉得就是它的 那个风扇的声音 真的算是非常的 控制的非常优秀 即使我看到Tuber模式 我不介绍任何 散热器的情况下 那个风扇的声音 我听得 我的感觉 比我的那个MacBook Pro 那个风扇声音都要小 不会让人觉得 你有那种非常不愉快的那种感觉 所以说 这就是为什么 我虽然它有这个问题 但是呢 只要它能工作 我也不想把它退掉的原因 最后大家如果觉得 今天的视频对你有帮助 那就请你踊跃的订阅强哥的频道 或者也可以点击强哥 在今天视频下方的几个 referred link 给我强哥一些小小的支持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